陳時中 黃珊珊 蔣萬安 在撒哈都 台北市 基本上已經定局了 87%不會有什麼變化了 其實羅志強根本沒有選擇 阿強只能選高雄 想要觀點 來品觀點 歡迎收看韋漢觀點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跟大家拜個晚年 祝大家虎年行大運 新年發大財 剛剛一來 後港街小美人問我說 韋漢哥怎麼還穿這個 不是已經過年結束了嗎 還沒結束 觀眾朋友 元月15號元宵節之後 才算過年結束 之後我再換回西裝 在過年期間 大家吃團圓飯 大家都是非常的開心 但有一個人他很辛苦 斜風細雨從台北出發 苦行400公里要走到高雄 這個人是羅志強 台北市議員 前總統府的副民主長阿強 那我跟羅志強認識很久 因為以前跑馬英九的關係 已經認識了10多年了 阿強他說 他現在從台北走到高雄 有人勸他選桃園 有人勸他選高雄 他到底選哪裡 因為他已經宣布不選台北市議員 所以他已經沒有台北市議員的選項了 他會在結束之後告訴大家 那我也沒有偷偷跟大家泄題 我問了阿強我怎麼樣 但是今天在這邊 我和官你要跟大家說 阿強還沒有宣布他選哪裡 他要選哪裡 身為朋友我也會支持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羅志強 根本沒有選擇 阿強只能選高雄 為什麼這麼講 三個理由 第一個 台北沒得選 第二個 桃園沒空間 第三個 高雄沒有人 好 三句話講完 今天的觀點已經講結束了 台北沒得選的原因是因為 蔣萬安現在目前已經提出了 他整個都 看到他雖然還沒有宣布 他也有來我們看觀點 跟大家講的就是 他做好準備 他只是等時間宣布 他的重點在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也不可能退 撒喀都的情況之下 誰先宣布參選 就像是魚丸扶上來 就先被撈走 所以都會選 我跟你講 陳時中 黃珊珊 蔣萬安 在撒喀都 台北市 基本上已經定局了 87%不會有什麼變化了 只是不會那麼快宣布 蔣萬安的有隱性變險性 這個過程當中 也等同於羅志強 參選台北市的機率降低 大家比較少在談台北市有羅志強 民調也都是蔣萬安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就台北就沒得選了 這樣大家懂的意思嗎 所以也就才會有 阿強的好朋友 像台北市議員巧欣 還有很多其他人說 來我們支持羅志強選桃園 觀眾朋友 我今天講這一題就是這個原因 根本沒有選桃園的空間 那我要把話講明白了 為什麼 台北市沒得選 桃園是沒空間 你以為桃園沒有人 台北市是因為蔣萬安 所以你來提到桃園 桃園沒有人的話 那當然可以看看羅志強 可是桃園不但有人 而且人多到爆炸 桃園議長邱義盛不選 但是桃園其實有三個立委 上次我提了兩個 一個萬美林 一個魯明哲 還有一個呂玉林 所以桃園現在目前有三個國民黨的現任立委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一個議長三個立委 再加上還有前立委孫大謙 人多到爆炸 還有陳學勝 還有吳志陽 講完了再講一次 邱義盛 孫大謙 吳志陽 陳學勝 呂玉林 魯明哲 跟萬美林 多到爆炸 那我的了解 在委安觀點可以稍微偷偷講一點 農曆年間 這三個桃園的立委 萬美林 魯明哲 跟呂玉林 居然他們也有討論過 到底誰出來選 最後他們三個人當中會選一個出來選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為了要贏回桃園 雖文蔡已經桃園當了8年 但是四大公投的桃園的這個同意票數 還多於不同意 這跟桃園高雄不一樣 所以顯然桃園 並沒有民進黨綠大與藍 藍綠的比例就差不多了 所以桃園國民黨是想贏回來的 而且桃園現在選將非常多 在這種狀況之下 桃園叫做沒有空間 根本沒有說 因為我們找不到人 所以羅志強來選吧 的這樣子的一個空間存在 沒空間 所以最後就是高雄 高雄是沒有人 從高雄市場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李梅貞的那一次的參選 委安觀點也早就跟大家講了 當時我根本就是拿三國來提 讓民眾黨壯大 讓民眾黨變成民進黨的眼中釘 國民黨可以得到喘息的機會 不聽 結果李梅貞等於也是受傷很重 那在李梅貞之後 因為這次的選舉跟上次普選不一樣 這次的選舉是什麼 就是要選市長跟議員同一天 所以所有在高雄 可以說是有知名度的議員們 李梅貞也是議員嘛 他必須做個選擇 我要嘛選市長 要嘛選議員 我只能選一個 因為同一天投票嘛 那有人要去選市長嗎 我打一個很大的差別 你看 這麼大沒有人要選啊 高雄市議員 我的瞭解 沒有一個國民黨市議員要去選市長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87%不會贏嘛 那不會贏我就會去選市長 那結果就是再見了 我連議員都不是 這樣大家懂嗎 找不到人 有人講說沒有啊 維翰 不是還有李四川川哥嗎 我先跟大家講 川哥家人不同意 自己也沒意願 我跟他本人 那沒關係 後續大家再看高雄現在是個尷尬的狀況 我這個話講完以後 大家聽得鬥大 嘴巴裡面的水噴出來 高雄其實基本上現在雖然還沒有選 87%就是陳其邁當選 不管對手是誰 高金素梅 羅志強 李四川 或是其他人 就算朱立倫自己去選也好了 就是陳其邁贏 就是陳其邁贏啊 你沒辦法 為什麼 來 讓我震驚為座再講一次 各位網友 因為 那是高雄 OK 了解嗎 所以韓國瑜之後 已經不太有可能再去逆轉這個局了 而且受傷很重嘛 那這一個沒有人選的地方 羅志強如果願意去選 他從台北走到高雄 最後終點在高雄 選不選高雄 我覺得是OK的 但你會不會贏 我覺得也是不會 他不會贏 你叫他去選 不是 觀眾朋友 台南跟高雄 都是我上次在我們的22縣市大評比當中 18四的那一次 當然你可以再回頭看 因為我把22縣市全部都點過一次 是我評估 完全不可能贏的四個縣市 也就是嘉義縣 那時候我還講錯 嘉義縣 台南 高雄 跟屏東 這四個國民黨不管派誰來 我都認為不會贏 但不會贏不代表你不要選 不會贏 也是會有我拿到35%的選票 或者是40%的選票 或者是45%的差別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像賴清德之前在選台南市場的時候 他在台南選多少票 大家知道嗎 72% 國民黨的黃秀窗池拿了28% 連三成都不到 那個叫崩盤 所以國民黨要自己選 說我要不要崩盤 台南高雄好 黃瀚說不會贏 我不知道國民黨自己怎麼評估 那不會贏有不會贏的輸法 你是要拿45%還是要拿40% 算是35%就有差別 所以這時候如果有一個人願意去拼 那有人講說 黃瀚講到這邊你就知道 你要找對高雄影響力的人 羅志強跟高雄哪有什麼淵源 就是有淵源 還真有淵源 比你我都更有淵源 24年前 1998年 有一個年輕人28歲 跑到高雄選議員 傻傻的五黨籍 每天在路口注獎 你看到最近有沒有 王浩宇要去選高雄有沒有 在路邊跟機車 大家好我是王浩宇 這部二十四年前 阿強走的勇鬼 他以前就在高雄選議員 1998年 你可能不知道 那我現在把照片弄給你看 在這裡有沒有 因為他在路邊 每天在紅綠燈口 機車嘛 高雄很多人騎機車 騎不來以後 大家好我是羅志強 沒有人理他 那講了很久以後很辛苦怎麼辦 他就去找了一個他的朋友 當時他的朋友 會拉小提琴 說那你可不可以來 我在旁邊注獎 就不可以拉小提琴 他是一個很有違和感的一個配搭 可是配了以後效果非常好 因為有的人 會因為聽到了小提琴聲 而探一下 然後走過來 先聽小提琴的提琴聲 然後再聽羅志強的注獎 這一個幫他拉小提琴的人 後來就變成了羅志強的太太 這樣懂嗎 那一年1998年 羅志強拿了多少票 3000票 所以其實我也 私底下都不是叫阿強叫阿強 我叫阿羅3000 拿了3000票 1998年 羅志強曾經在高雄 選過局 而且拿的票數並不高 只有3000 可是高雄是羅志強政治的起點 1998年他就在那邊選舉了 所以回到他的政治的起點 然後高雄的3000票 跟這一次回去選高雄市市長 荒看你不是說羅志強居然去選也不會贏嗎 可是他給人的感覺是他不怕輸 他願意去選 所以呢 羅志強選高雄 不是好的選擇 可能是唯一的選擇 我再跟大家做一次結論 我不知道羅志強之後怎麼做選擇 可是今天委員觀點就很清楚的 把這三個理由告訴你 第一個 台北沒得選 有蔣萬安 第二個 桃園沒空間 人已經多到爆炸 第三個 高雄 沒有人 因為沒有人 你願意去 你去了 你知道不會贏 你還要拼到底 這樣的力量就能感動人 勿忘2018的韓國瑜 不是2020的 是2018的 這就是不怕輸的精神 阿強只能選高雄 這是我們這個禮拜的委員觀點 請大家訂閱我們評判點 Youtube頻道 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